大家好 由于前两节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如何做这个最基本的政策表达式的汤姆生构造 以及在基本汤姆生构造的基础上 在运算它的臂包操作 那么臂包操作呢 是我们用的统一用个factor来表示这三种臂包操作 分别是这个型号臂包就是零次或多次循环 加号呢是至少一次以上的循环 问号呢是零次或一次的循环 所以呢我们这个接下来我们这个臂包操作呢 是建立在前面这个基础的这个汤姆生构造之上的 而所有基础的汤姆生构造呢 又用这个term来表达 而我们的臂包操作呢 则作用在这个term的基础之上 好我们现在看回忆一下这个factor对应的这个函数 我们在这个MeshConstructor里面呢 有这个factor的对应函数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有个factor对应函数 ok这个factor对应函数呢 实际上跟我们这里的表示是一致的 这个factor就包含了啊 这三种臂包操作 大家看在这里面做分别做三种臂包操作 一个是这个starclosure 一个是plusclosure 一个是optionclosure 这几种臂包操作呢 在前一节我们都给大家分析过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改动 大家看在这个factor的三种臂包操作里面 我们需要先做这个term操作 然后再在这个term的基础上做三种臂包操作 所以在代码里面呢我们进入到这个factor函数的时候 先做一次这个term操作 也就是构造这几个term 那么接下来才能在这个term的基础上 大家看在这个term的基础上把这个pairout放入到这个相关的操作这个函数里面去 再去进行相应的构造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代码就要先做一个改动 就要把这个constructstarclosure这里面原来有个term操作 要把它拉出来拉到这个factor里面 所以我这里把它注掉 然后在这个term把它拉到这里面来 然后对相应的大家看这个plus也是它的term操作 也把它注掉把它放到这个factor里面去 同理这个optionclosure也把这个term操作给注掉 然后放入到这个factor操作里面来 OK放入到这个factor操作里面来 再根据有了这个term之后 再根据我们这个factor这里面的三种这个笔包操作 在这个term的基础上再进行相应的这些对应的笔包操作 大家看这个term调用了之后 我们就有了这个term 然后在对这个term的基础上 后面是新还是加还是问号 分别调用三个这个构造函数去实现相应的构造 OK这是我们一个相应的改动 那么在这个factor基础上最后我们要看两种构造 一种是这个表达式前后首尾相连这种构造 第二种是这个表达式的这个做一个或操作 那么这个表达式的前后首尾相连 实际上是两个factor相连 大家看这里面的表达式相连 我们就把它后面现在的这两种构造 就是这个与的构造就是前后相连的构造和这个或的构造 大家看这个或的构造 这个或的构造我们都建立在factor的基础式上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要构建这个与的时候 前面首尾相连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对应的factor给构造出来 先把对应比如说factor1和factor2 先把这两个factor构造出来 然后再把它们连在一起 把这个factor2和这个factor1再进行首尾相连就可以了 那么对应或呢也是一样的 对这个或操作 我是先把这个factor1和factor2先构造出来 然后再把它们进行在这里面 再做一个或操作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首先做的呢 是这个与操作 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把两个这个正值表达式 首尾相连的形成这个结构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是在这里面 在我们代码入口 在这个函数 我们上面这一个函数呢 这个k.espr就专门去负责做个 这个表达式的首尾相连的操作 OK 我们吊起来看一下 好 在这里面先把这个红定义给写上 紧接着我们做这个 这个与的操作 小手尾相连操作 大家看这里面虽然是A和B 但这个A呢代表的是一个factor 这个B呢代表的是另一个factor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构造这个tampson构造的 OK下来了 我们打断点是在这 OK我们先到这里面了 好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先在这里面先去做一个这个factor的操作 在这里面 first in can呢是对这个呃表达式的一些参啊输入这个字符 先做一个判断 我们看一下这个判断是这样的 我们先要确保我们做语操作的这个表达式呢 不会以这些字符开头 OK这个是这个呃这个的close parent指的是这个右括号 然后这个a eol表示的是这个呃多了符号 等等 在这里面我们必须保证做语操作的两个证则表达式呢 他们都不会以这些相关的这个符号开头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呃我这里的注释 以这些符号开头的时候呢 呃就表明我们的输入是错误的 输入是错误 我们就要直接退出 不能继续构造 如果输入正确的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走进去factor 大家看 在这里面我们要先去构造这个factor 那么这个factor呢 要先去进去之后要去构造这个term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 OK 大家看这里面就要先去构造term 给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哦 化妆 跟我们这里这个呃文档是一样的 构造特 factor的时候构造term term呢 就要去构造这个相应的这个呃 政治表达式 那么可以构造的政治表达式是单字符点 还有字符集 我们继续往下走 OK 大家看 现在我们走的是这个 OK 我们构造的是一个单字符的这个政治表达式 因为这个a嘛 属于是一个单字符的政治表达式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term给构造出来 OK 构造出来之后就返回了 好 返回之后 那么再构造这个呃 再构造这个factor 大家看再构造这个factor 由于我们现在输入的是a 所以这三种b包操作我们都不做 大家看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 返回false的话就表明没有进行这个b包操作 然后再往下走 OK 又返回的是一个false 所以也没有因为后面跟的不是加号 所以我们也不做b包操作 OK 再往下走 OK出来了 这个handle还是false 后面跟着也不是问号 所以这个b包操作就没有做 大家看b包操作就没有做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只构造一个term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term呢就提升到提升为这个factor 我们就从factor里面出来 好 factor里面出来之后 我们就已经构造了按照这里面我们进 按照这里面我们进已经构造了这个factor1 那按照刚才我描述的我们已经构造了这个factor1 factor1对应的就是这个字符a 到这里面接下来我们往下走 好 那么读入接下来这个字符是b 然后到下面这里面去构造第二个factor2 OK 大家看在里面构造这个factor 进入这个factor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又构造这个factor2 这个factor2对应的是这个b的这个 正值的表达式的这个term生构造 OK 有了这个 有了前后两个factor之后呢 大家看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factor1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一部分呢 就是factor2 有了这两部分之后 我们要把它们相连接起来 我们看一下代码 大家看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先用pairoutn.nodenext呢 指向这个pairlocal的startnode pairoutn呢 是这一个点 是这一个点 pairoutn是这一个点 把它拉上来 pairoutn是这一个点 然后这个pairlocal的startnode呢 是这一个点 这样的话 用这个n.nodenext 指向这个startnode 指的是这一条边 指的是这一条边 OK 有了这一条边之后 我们就把前后连接起来了 连接起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中指的这个节点 pairoutn.node 直接指向后面这个节点 然后再返回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整个这样一个 首尾连接的构造 OK 我们往下走看一下 这样就出来了 接着我们把它打出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打印出了这个 一个正正 我们的状态是这样的 大家看 这个状态1到状态2 输入的是点A 大家看 这个是状态1 然后这个是状态2 那么这条边对应的是A 然后状态2到状态3 对应的是一条边 ε 这个点是状态2 这个点是状态3 那么它们对应的 这条边是ε 然后呢 这个点是状态3 这个点是状态4 3和4之间有一条边是B 大家看 这一条边是B OK 大家看 这里面有一条边是B OK 这样的话 我们打印出来的 这个状态机的这个信息 大家看 这一段信息 这里面这一段信息 拿上来 大家看 这一段信息 跟我们这里面这个构造呢 是基本上一致的 一致的话就表明我们这个有限状态机的构造 应该是正确的 好 这是我们完成了这一步 OK 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或是怎么做的 是A或 并上B 就是或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是怎么构造的 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 我们首先需要构造这个A Factor 1对应的是A 然后构造Factor 2对应的是B 然后把它拉上去 然后再产生一个或的操作 这个Factor 1和这个Factor 2 我们分别先构造这个Factor 1和Factor 2之后 再把它们按照这个图形的结构 这个或操作去 按照这个或操作去构建这个图形结构 那么Factor 1呢 对应的就是上面这一部分 Factor 2呢 对应的是下面这一部分 然后这个或操作的时候 再用这些边连接起来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做的 好 这个或的操作呢 是在我们这个 是在我们这一个 这个调用里面 FN 这个Expair Expr 这个调用里面 我们看一下代码是怎么走的 好 这里面的这个 红定义 我们先输一下 紧接着是A 或B N 好 这就进来了 OK 我们往里走看一下 再看 OK 我们这里面先走一个K Expr 前面我们讲过这个 KExpr 是一个表达式的相连 但是前面这一个表达式 只有一个表 只有一个A 所以他最后得到的这个Pairout 呢得到的就是上面这一部分 上面这一部分 我们往里走看一下 好 KExpr OK 大家走 看看走的是这个Factor Factor 的时候再走一个这个Term OK 这个Term的话就构造了上面这一部分 好 由于后面呢 我们没有接着 我们没有这个做B包操作的符号 所以这里面我们都不做 这些B包操作都是False OK 大家看到反回False 所以相应的B包操作没有构造 我们只构造了这一个Term 那么这个Term呢构造的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上面这一部分 好 我们往下走 好 由于后面已经没有表达式了 所以这个循环呢 我们就不直接往下走 OK就出来了 这个循环不直接往下走就出来了 我们就构造了上面这一个 这一个Term 就这一个表达式的这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构造下面这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就利用了一个Pair 叫NFA Pair 叫Logo Pair Logo Pair的时候我们往下走 那么大家看 这里面我们正好去比较 这个字符是一个这个或 这一个树杠跟这个或 这个OR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Match这个Token 这个OR是一致的 我们就可以比对的上 比对的上的话 再接下来往下走 再走这个KESPR 这个KESPR呢 将会构造下面这一部分 OK将会构造下面部分 那么这里面我就不往下走了 那么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 所以它的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好走向下面这一部分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呢 这个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生成了一个新的节点 用来对应于这个STAR节点 大家看这个STAR节点 就是这个STARNONE 然后把这个STARNONE的NEXT2 对应的是Local Pair的STARNONE 这个Local Pair呢 对应的是下面这一部分 所以这个Local Pair的STARNONE 对应的是这一个节点 然后就这就相当于 从这个STAR节点 拉出这一条边 大家看 拉出下面这一条边 指向这里这个节点 OK 我们继续往下走 然后STARNONE的NEXT呢 指向Pairout的STARNONE Pairout呢 指向的是上面这一部分 Pairout的STARNONE呢 指向的是这个节点 所以这一句呢 就相当于拉出这一条边 大家看我的鼠标 拉出这一条边 指向这个节点 OK 就指向这个节点 紧接着呢 我们分配一个N节点 N节点是这个节点 OK 大家看是这个节点 然后继续往下走 那么这个LocalPair的NONE呢 LocalPair是这个节点 LocalPair是下面这一部分 那么LocalPair的NONE呢 指的是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指点呢 Next指向NONE 就相当于拉出了这一条边 大家看 拉出了这一条边 主要是拉出了这一条边 指向了这个NONE 最后这个Pairout的NONE呢 是这个节点 然后它拉出一条边 指向这个节点 OK 这就是我们构造好了一整个 这个 这我们就构造好了一整个 这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一个NFA的众害机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打印的结果 就拉过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印的这个结果 大家去看 首先呢 节点5 走向是1和3 那么节点5的话 就对应的就是这个 初始节点 那么节点1呢 对应的是这一个节点 节点1的是对应这个节点 3呢对应的是这个节点 是这个节点 然后节点1呢 通过边2 找到第二个节点 那么边2是这个 边A是这个 接点2是这个 大家看 接点2是这个 然后接点2呢 通过Abitinal 到接点6 接点6是这个节点 大家看 接点6这里面有个terminal 这个terminal 表示这个 接点6是一个终结节点 所以接点2呢 通过这里面这条边 走到接点6 接点3呢 是这个节点 OK 接点3是这个节点 那么接点3 经过边4 就是这条B 边B 大家看这里面 这条边B 走到节点4 是这个节点 是这个节点 然后我们再把 然后节点4呢 再通过这个Abitinal 边走到节点6 大家看这里面 有条Abitinal边 解点4是这个 解点6是这个m 所以通过这个Abitinal边呢 就跑到了这个m 这里面来 这样的话 通过我们打印出这个图形的这个 打印出的这一个结果和这个图形来看 结合起来看 可见我们构造的这个或操作呢 应该是正确的 OK 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代码实现 所有基础汤姆森构造的这个 代码的这个逻辑过程 到后面呢 我们将看一看 如何去构造 去运算这个币包运算和这个转移机和运算 既然有了币包运算和转移机和运算之后 我们再看一看 如何通过这个得到的这个NFA状态机 也就对应起了相应的表拔式 然后在这个状态机的基础上 去对这个输入的字符串进行识别 OK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